基督受苦而死 第四日 为要得者 他自己从死里的复活 但愿此平安的神 就是那平踊跃 滋血 死群羊的大牧人 我主耶稣 从死里复活的神 在各样善事上 成选你们 叫你们 进行他的旨意 习伯来书第十三章 二十到二十一节 踊跃之血 是耶稣的血 如耶稣所说 这是我立月的血 马太福音 第二十六章 二十八节 当圣经 谈论关于耶稣的血 圣经指的是他的死 基督流血 指死 这使他所流的血 成为重要 神的愤怒 神的愤怒 被耶稣的受苦 和死满足了 对罪的 圣 咒诅 完全已被 承担了 基督的信从已 圆满了 设罪的代价 已完全付清了 神的公义和 正理已完全被 树里了 当圣经说 基督若没有复活 你们的信 便是突然 你们 任在 罪里时 可领多前书 第十五章 十七节 神 接受耶稣的 救赎大功 就接着他死 耶稣从死里复活 被公开 圣明 出来 基督的复活 证明了他的死 足够 付清一切 若耶稣没有 从死里复活 他的死 就是一个失败 神没有确认 耶稣的死 已承担了 我们的罪 而我们 仍活在 罪里 但 基督 借着 父的荣耀 从死 里复活 罗马书 第六章 四节 他的受苦 和死 成功的 被确认 若我们 信基督 我们 就不再 住在 罪里了 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谢谢观看